做爱心真的很简单 系纸里门里最近发起跳涨市场活动 要将所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消息一出 好多人将家中的东西搬到活动中心 其中好多都是没有开封的物品还有家电 易卖就要在17号星期日的下午 在系纸火车站秀丰路广场盛大拍卖 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建便宜做爱心 走进活动中心只见里头堆了不少货品 其中好多家电 其中这台饮水机甚至都没有开封 里门里这次发起跳涨市场活动反映热烈 民众都把家中的东西搬过来 才没几天东西越来越多 我们在家里很多东西订阅 没用到 所以我们就说 你如果感觉订阅 那些没用的东西就都拿出来 头一边我们办一个跳涨市场的时候 四万六千块 管路新店的支援安用中心 这边就是很久不知道要管路什么 要来建议一个社会人文课 基金社会中心 是说我们没出的东西 赚款专用 那未来这笔经费会留在里门里 让他们所有的参与这次活动的所有的委员们 共同来决定 那只要是有需要的这个朋友们透过公所 或者透过其他管道 直接跟他们申请 那他们会透过一个审核机制 把这个经费用在刀口上面 电风扇好几台全新球鞋好几双 还有烤箱烘碗机咖啡机等等 数百样的新品涌入活动中心 跳蚤市场不但能够让民众闲置不用的东西捐出来 一脉所得还能够做爱心一举数得 汐止区长也号召大家一起响应 你们你会选择在7月17号 那在我们汐止火车站的后站 就是在黄昏市场旁边 那也就是秀峰路口那边 那边会从下午2点开始在那边现场 摆设这个跳蚤市场 那希望朋友们能永远到现场去 选择你需要的物品 那一方面可以选择物品 一方面可以集合以后可以做爱心 主要是你来这个集团教室 和社会论文科 和七星社会中心 有些人没法选择 他给我们推荐 现在这个东西刷了 我们就做一个委员 要做什么东西都建议委员 大家同意 这不是说自己卵用作 满满的爱心涌入 这笔钱也将作为急难救助 只要公所或是七星社服中心有需要 都可以随时帮忙 里门里跳蚤市场 交在17号这个星期日的下午 在汐止火车站秀丰路广场盛大拍卖 也欢迎大家一起捡便宜 做爱心 就成慧玲汐止采访报道